海南省三沙市西沙州过去是一个无人居住的小岛 行走在岛上,放眼望去白茫茫一片 没有一块遮阴避暑之地 在太阳光的照射下,刺得眼睛生痛 三沙设施后,西沙州的绿化工作提上了日程 如今,这个面积为0.22平方公里的小沙州摇身一变 成为了郁郁葱葱的绿色小岛 西沙州绿化工人陈海仁是较早一批上岛植树造林的园丁 他表示,最初上岛时条件比较艰苦 各项配套设施没有完善 深感在小岛上种树,比在大陆种树困难多了 我是从15年的7月份上了咱们西沙州岛 刚上岛的时候,咱们西沙州只有灯塔 还有一小片岛礁绿化启动仪式的时候 种了一小片木马黄 整个岛里都是白茫茫的一片沙滩了 主要还是我们的材料 还有那个材料运上岛比较困难 就靠那些小舶船接拨这个材料上来 另一个就是住的地方 当时还没有集装箱房上来 所以说临时打着共棚 所以条件还是比较差了 直律护栏是每一位三沙人的梦想与使命 为了让岛礁生机盎然 陈海仁与所有辛勤的三沙人一样 常年累月克服种种困难 用自己的双手一点一点的 为这片小沙粥披上绿衣 如今,岛上种植了木马黄、椰子树 抗风桶等大大小小苗木20多万株 成活率达95%左右 看到西沙粥从荒粥变成了绿岛 陈海仁感觉自己就像在做梦 现在你满眼看 阳光下看外面这些植物 都不感觉到很吃眼了 原来你在岛礁域上来 不戴墨镜 你是根本就眯着眼睛看的 所以现在的条件 大家比上岛的时候好多了 随着西沙粥绿化工程的不断开展 岛上的配套设施也在不断完善 目前,海水淡化设备 雨水收集池系统 太阳能发电设备 灌溉系统都已经启用 岛上的工人也住进了砖瓦房 接下来,绿化工人们除了植树造林外 还要对岛礁植被进行专业管护 更加优化岛上的生态环境 陈海仁高兴地告诉记者 自2017年以来 陆续发现不少海龟和海鸟上岛产卵 说明西沙粥的生态环境得到极大改善 当下,岛礁绿化工程正在三沙的各个岛屿 有条不紊地进行 未来也会有更多的像陈海仁这样的园丁 投入到三沙岛礁绿化中去 绿树成鹰,候鸟成群 三沙这片南海将呈现新的景象